大家好 欢迎来到郑宝快捷网校 我们今天来学习第四节 第四节是关于民事诉讼 它的一个证据 包括证明 两件事情 证据有哪些种类 包括我们如何去证明某个事实 那么首先来看第一个考点 民事诉讼的证据 先了解一下证据的特征 包括理论上的分类 证据它一般有以下几个特征 客观性 说明是客观的 不能是伪造的 第二件事是关联性 它跟这个案子要有关系 比如说我拿这支笔 证明什么 证明我今天没有吃饭 行不行 不行 笔虽然是真实的 但是跟我吃饭没啥关系 那也不行 另外就有合法性 比如说你去 你去什么 你去窃听别的东西 你侵犯免隐私 得来证据 一般法院是不认的 所以要具有三性 客观性 关联性 真实性 叫它的三性 那证据的理论上的分类 有以下几个分类 第一个呢 根据能否单独直接去证明这个戴政事实 分为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 直接证据能够单独直接去证明这事实 比如说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就能证明什么 咱俩之间有借贷关系 明确写的是借 而且双方都签字了 直接证明我们有借贷关系 间接证据不能直接单独证明戴政事实 需要与其他证据去相结合 比如转账凭据 比如我转了你一万块钱 是否证明就咱俩一定是借贷关系 或一定 那也有可能是买卖 也有可能是其他东西 所以光靠一个转账凭证 不能证明是借贷关系 要和其他的东西一起来证明 比如说我们有微信聊天记录 聊天显示的是 你要找我借一万块钱 我转给你一万 通过聊天记录 加上转账凭证 那就证明什么 咱俩有借贷关系 所以它是间接证据 一个叫直接 一个叫间接 第二 根据是否直接来源于案件 分为原始证据和派生 原始证据是直接来源于案件的事实 比如说借款合同的原件 原件是来自于这个借款合同本身 咱们当初为了借款专门签的 派生证据不一样 是不直接来源于案件的事实 要经过中间的环节 是辗转而来的 比如说借款合同复印件 复印件它就不是来自于什么 不直接来源于这个案子 而是我们原件复印过来的 复印件 这叫派生证据 第三个分类 证据与当审的主张的关系 本证和反证 它证明当审一方的主张是存在的 这叫什么 这叫本证 反证是正好相反 证明我的主张是不存在的 一个是证明我这个主张是存在的 一个证明我这个主张不存在的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借贷关系 我证明什么我证明是有借款关系 那我拿什么我拿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它就是本证 对我的主张提出了什么支持 那如果对方有反驳 说后来我们又签了一个合同 是吧又签了合同 合同写的是我俩借贷关系解除了 那就是又补充签的协议 那个补充协议就是个反证 证明我俩就没有借贷关系 后来解除了是吧 所以有本证有反证 这是理论上的分类 直接证据间接证据 原始证据派生证据 反证和反证 这是关于理论上的分类 那么下面来看第二个问题 民事诉讼证据的一个法定分类 这就是我们平时呢 我们经常在生活中 咱们听到的一些证据 法律上有这些分类 第一个叫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在诉讼中 向法院做的关于案件的一个事实叙述 比如说我们借款的问题 我在法庭上 我在原告 我告你 我说呢 这个你从我这个借走了十万块钱 我说是有这个事实 是哪年哪月哪日 从我这个拿走了十万块钱 这我的说的话就叫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是谁 原告被告 那原告被告说的话 就叫当事人陈述 它就是一种证据的一类 叫当事人陈述 第二个书证 什么叫书证 比如说一个同学考试 他作弊 他用个小纸条作弊 小纸条算作弊的什么证据 有天说老师是不是误证 不对 他叫书证 为什么 他靠文字符号证明的 不是靠纸条本身 纸条本身不能证明我作弊 要靠里面记载的文字 那如果考试的时候 我爸呢需要这个 需要这个考试信息 我写在手续上 结果被江河老师逮到了 这算作弊的什么证 有算是是不是手证 哪来的手证 没有手证 这也叫书证 靠文字符号证明的 手本身能不能证明我作弊 证明不了 必须靠它里面记载的什么 文字符号 那这个手就叫什么证 书证 手你说怎么能证明我作弊 我考试的时候 我就这样看手心 江河老师能不能说我作弊 不可能 如果江河老师说 我看到的吴老师为啥老看手心 他老摆碗水 摆了之后打开一看写啥字 逗你玩 你告诉我 能不能说我作弊 不行吗 那就说明什么叫书证 用文字符号 符话 在某一物体上表达他的思想 其内容呢 可以证明代证事实的部分 或者全部书证 物证呢 比如说用它的外形特征质量 来证明的 一部分或全部 用外形特征质量 比如我们假如说 老师是个警察 然后有人报警 说这个地方呢 死了个人 我来到现场 发现这个死者就躺在这儿 死者的身边呢 放了一本书 书上面沾满了血迹 经过鉴定 居然是那个咸咸的血迹 你告诉我 这本书算什么证 它算物证 靠它的外形特征来证明的 不是靠里面的文字符号 打开这本书 居然有那嫌疑人写的日记 日记里面 他写了跟这个死者的恩怨情仇 他说他想弄死他 你告诉我 这叫什么证 书证 这本书既当了书证 又当了物证 书证物证 试听资料 什么叫试听资料 是录音录像的材料 录音录像 但有同学说老师 偷录的行不行 偷录也可以 大家注意 不能窃听 窃听和偷录一下区别 窃听 偷录 区别在哪地方 那比如说 偷录 你和别人聊天 你把它录下来 要偷录 偷录说明你是参与者 什么叫窃听 你不在现场 你在老板的卧室里 装了一个窃听器 一天到晚 偷听的老板和老板娘说 悄悄话 这叫窃听 窃听违法 偷录合法 而且偷录是没有证据 创造证据非常好的方法 大家如果将来去偷录 要注意这几点 首先要把手机 比如说你用手机录 把它调成比较好的录音状态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和对方聊天的时候 对方把时间 地点 对方是谁 大致什么事情 把它讲清楚 另外千万记住 不能威胁对方 如果你威胁对方 法官可能就不认了 比如说你找对方去要钱 你这样说 你说王总 你看我那三十多万 都五六个月了 你啥时候还 你是不是不想还了 是吧 你他妈你不想活了 是吧 你这样一说 法官不认了 为什么 你骂他 你还说他不想活了 那法官肯定感觉 他受到威胁了 那怎么办 不能当证据 那有特朗老师 我又想威胁他 我不威胁他 他不说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 我给你个建议 你可以录音 你别录像 你说话的时候 语气比较平和 你手里可以拿把刀 你说王总 你欠我那三十多万 都好几个月了 你啥时候 你啥时候还下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啥时候还下 你告诉我 你比划几话 估计法官也看不到 因为你只是在录音 你也没有录像 如果对方说了 那也有可能作为证据 还能记住 那就是不能去威胁对方 一般威胁 法官一般就不认了 这叫录音 视听资料 这个叫录音 这个叫录像 那还有一个字叫电子数据 这个大家最熟悉 平时大家发的电子邮件 电子数据交换 网上那些聊天记录 包括我们的博客 微博客 手机短信 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电子数据 包括大家微信的聊天记录 这几类证据 当事件陈述 书证 物证 视听资料 电子数据 除了这几类 还有下面几类 证人证言 什么人能当证人呢 证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能正确表达意思就行了 能讲清自己在说什么 那有这么几个要求 第一个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 大人和个人 都是由义务出庭作证的 如果无正当理由 没有出庭 而是以书面等方式提供证言的 一般不得作为认定案件式的依据 说明有个要求 那怎么办 那就是大家知道案情 有意义要来 你如果不来 仅仅提供了书面证言 一般不得作为认定案件式的依据 说明无缘故不来 你说的话可能法官就不认 第二件事情 双方当选同意 证人以其他方式来作证 并且经法院准许的证人 可以不出庭 说明什么时候才能不出庭 首先双方同意 而且法院也准许 这个时候证人才可以不来 第三个要求 证人要能正确表达意思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的人 不能当正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 谁不行 就是一个彻底的人 彻底疯了 啥都说不出来 说的是上句和下句 完全是词不达意 这个时候不能正确表达意思 我问大家 一个小孩能不能当正人 小孩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小孩不代表 不能正确表达意思 我们下面就提到 代证事实 与他的年龄治理状况 以及精神健康状况 相适应的 这种无民事 现在现代民事 这种人是可以当正的 说明小孩是可以当正人的 只要他说的话 与他的什么年龄治理 是相适应的 也可以当正人 所以这是关于证人的几个要求 大家考试遇到了 要能把它判断出来 下面还一个证据 叫界定意见 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有个词叫界定报告 比如说对质量做界定 伤残界定 笔记界定 那界定报告属于什么证 有同样就认为是书正 错了 界定报告 理论上就属于界定意见 我的意见靠什么表达 靠的就是这个报告 所以大家不要见了纸 都认为一定是书正 是吧 那界定报告 它就属于界定意见 为什么要界定 就某一些专门性的问题 比如一些质量问题 商产等级问题 那这东西呢 到底达到什么要求 需要专业人来做界定 那就就某个专门性的问题 指定的专业制的人选进行鉴定 通常做出科学分析 得出一个结论性的意见 这叫鉴定意见 勘验笔录 比如说在一个发生事故的现场 原告告被告 说这个事故责任是他 那到底是谁的问题 那法院呢 可以什么 法院他的审判人员 为了查明案情 对呢 与争议有关的现场 或者物品 进行的勘查检验 并进行拍照测量 将勘验情况 结果呢 做成笔录 这就是我们说的 勘验笔录 勘验笔录 说明是谁去的 那首先审判人员 说明是法院呢 派人去的 而且是以争议有关的现场物品 法院派人到现场去看 看了之后做成个笔录 他就叫勘验笔录 这也是一种证据 那么下面来做个题目 21年的单选题 下列关于民事诉讼 证人他作证规则说法 哪是对的 还说未成年人 不得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未成年只要与他的年龄 自己相当 可不可以 可以的 没有说不行 B呢 不论证人是否出庭作证 法院呢 均可以将其 书面证言 作为定案式的依据 成了啦 你无缘故不来 那你随便就交了一个 书面证言 一般不能直接作为定案的依据 C呢 证人呢 拒绝签署 保证书的 不得作证 我们这个新的诉讼法 明确要求证人到现场来 要签个保证书 保证什么 保证你说的话是真的 唤起证人内心的良知 是吧 其实某种声道 对你也是一种威慑 那就明确告诉你 以前我们就口头说 你要 你要这个什么 你要以事实为一句做证 如果做伪证 要承担什么责任 以前只是口头说 现在要求必须要签一个保证书 保证呢 你说的是真的 如果出了问题 你要承担责任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拒签 那你说的话就不能当证 说明你心里有鬼啊 不然为什么你会拒签呢 最后呢 涉及商业秘密的 这种人可以拒绝各种 商业秘密可以当证 没有说拒绝 法律没这个要求 只有C在项表示正确 那就不缘故呢 不签保证书 你就不能当证了 那A在项 包括B在项 他都是表输的有问题 尤其是B在项 凡是知道案件情况 当然个人都有又出庭 没说什么商业秘密就不能做 就可以拒绝当证 那没有这个说法 只有C表示正确 2016年的多选题 下链民事诉讼争取中 属于物证的事 物证靠他什么 他的外形呀 他的质量呀 爱说证明呢 假公司财务状况的会计账目 会计账目证明财务状况 什么靠文字符号 他属于什么证书证 他不是物证 B呢 证明假以婚姻关系存在的结婚证 结婚证上面是什么 文字符号 那文字符号是属于书证 C呢 证明假伤害以侵权事实的 沾上了以血迹的木棒 给刚才老说那个血迹 它是什么物证 B呢 证明假以韩话内容的录音 这属于什么 要视听资料 不叫物证 最后呢 证明假以在共同伤害的现场的协议 一个脚印 那怎么办 物证 所以哪几个是物证 C和E 而AB呢 书证 D呢 是视听资料 所以选的是C和E 大家看清楚什么叫物证 是靠它的外形特征质量来证明的 这才叫物证 所以选的是C和E 再看第二考点 叫民事诉讼的证明 证据呢 我们要什么 要去证明某个案件事实 那首先第一个 举证的责任 谁来找证据 当时呢 对自己的主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叫谁主张 谁举证 那就说明你的主张 你自己要找证据 你拿不出证据 你的主张法院就不支持 什么叫 谁主张 谁举证 原告呢 要向法院起诉 被告向提出反诉 都应当提供符合起诉条件的证据 也说明我去告别人 还有呢 对方反告我 那谁去告 谁要提供证据 提供什么证据 证明你是符合起诉条件的 我们后面会专门什么 讲到起诉需要哪些条件 因为证据的调查和收集问题 证据呢 应当提供原件原物 如果有困难走卖 经过呢 法院呢 核对物物 也可以提供复制件复制品 什么一般是原件原物 有困难 法院呢 核对没啥问题 也可以提供复制件复制品 另外 当时呢 因客观原因 不能自己收集 可以申请法院呢 去调查收集 比如有一些证据 放在国家档案馆里面 有些证据呢 比如是银行的一些什么 转账记录 那这些东西银行呢 它是不配合我的 我做一个老百姓 我搜集不来 我可以找法院帮我去搜集 另外当审及其诉讼带领 申请法院去调查税证据 应当呢 在什么时候提 要在举证期限建满前 而且要书面申请题 我们整个找证据的过程 都要在什么时候找 都要在举证期限建满前找 说明不能过了举证期限 所谓的举证期限 就是双方呢 找证据的时间 那举证期限多长时间 我们后面再讲 这是关于证据的调查和收集 有两个要求 一个要提供原件原物 什么时候可以提供复制件复制品 客观原因我自己不行 怎么办 我可以找法院来帮我去搜集 另外证据的保全 为什么要保全 比如说呢 现场的一个肇事的车辆 那如果现在不把他查封了 那怎么办 事后呢 他可能就修好了 我去告他呢 就很难去找证据了 那怎么办 这个证据有可能灭失了 或者以后难以取得了 那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举证期限建满前 你看我们干很多事情 都要在举证期建满前 要让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法院去查封扣押对方东西 那如果采取查封扣押 这个时候会限制呢 对方的物品的使用 限制他物品流通 那你告诉我 如果我去查封扣押对方东西 法院确实帮我查封了 帮我扣押了 这个时候万一如果我告人家 我又败诉了 那我查封别的东西 是不是有可能造成别人损失 有可能 那如果你可能造成别人损失 法院说你要提供相当的担保 你要交点保证金 如果最后你查错了 那你要赔钱的 这叫证据的保全 保全就是把它保存下来 先让法院保存下来 防止以后呢 就找不到了 但是如果造成对方损失 你是要提供担保的 下面当事人的自认 我们前面有个词叫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陈述就原告被告 在法庭说的话 大家想原告被告在法庭 一般是为自己说好话 还是为自己说不好话 肯定基本上都是为自己说好话 所以如果自己为自己说的好话 一般法院不会直接认定 你说的话是有这个事实的 那就说明只靠你自己为自己说好话 法院一般不认定这个事实 那什么时候你自己说的话 法院可以直接认定呢 第一种情况 在诉讼过程中 一方当事人的陈述是予己不利的事实 说的对自己不好的话 或者呢 对予己不利的事实呢 你承认了 那另一方就不需要再找证据了 法院就认定有这个事实 比如说你到法庭来告我 你当到三个法官面 你这样说 你说吴老师 今天我们当到三个法官面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摸到良心想一想 两年前是不是从我这个地方你借走了十万块钱 我笑一笑我说确实我承认 我确实找你借了十万块钱 那我也认可了 你也主张了 那法院认不认了 为什么我明确对我不利的事实 我认了 那法院说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在 第二种呢 就是一方当人对于另一方当人主张的予己不利的事实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他相信沉默是金 但是呢 经过审判人家询问说明 又经过法官呢 说明 仍然呢 不表态 他一直呢 就不理法官 法官说你不理我 就算你认了 说明如果呢 对于不利的事实 一直不表态 法官问你 你还不表态 那就算你认定有这个事实在 第三个 当时呢 委托宋戴人去参加诉讼 我找个律师帮我去打官司 除呢 授权委的书明确排除之外 除非授权书上明确排除了事 诉讼带领呢 他的一个自认 就是为当人 没有什么你的律师帮你认了 就算你认了 除非当年呢 没有给他授权 没给他这个授权 那他不能帮你认 一般如果给了他授权 他的认就代表你认了 但是如果当时呢 在现场 我明确反对 我说我的律师认的东西 我不认啊 我律师说的话 我不认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还是什么 不是为自认 总结一下什么时候 就算你认了 于己不略事 你认了 第二呢 你一直不理法官 那也算你认了 第三 你的律师帮你认了 也算认了 除非你当时表示反对 这就是当审的自认 那我们找证据 找证据是为了证明什么 我们主要是为了证明这几个事 第一个是当事人主张的民事实体权益的根据的事实 比如说我拿这个借款合同证明什么 证明这个你从我这个借走十万块钱 那这就是证明了这个什么实体权益 他的事实 比如说借条 比如我们的借款合同 第二类呢 是当时呢 主张的具有程序性质的法律实施 比如说我们打官司 一般几年告状 三年 有没有过三年实效 那我们合同来写的 说是哪一年还钱 有没有过实效 那我拿证明有没有过三年实效的这种一些证据 他就程序性的一些证据 第三类是证据性的一些实施 证据性 什么叫证据性 比如这个证据是不是真实的 你说我是伪造的 我拿出证据证明 他不是伪造的 还有呢 就外国的一些法律 地方应法为习惯 我也要去证明他 这是不是外观 所以我证明了 我有没有这个实体权利 我证明了这个程序性的事实 第三呢 我证明了这个证据的事实 第三个是我证明这个外国的什么 法律地方法规是不是有 这都是我在举证的时候 我要证明的对象 当然我们核心应该是这一条 就是我证明了 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权利 比如我找对方去要钱 我说你从我这个借走十万块钱 你要还给我 那我要拿出证据证明 对方确实从我这个借走十万块钱 这是关于我们证明的对象 有四个 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 那再往下 无需举证的证明 哪些事情我们不需要证 就是这是不需要找证据的 法官可以直接认的 第一个是自然规律 它的一些定律 它的一些定律 比如说我们的太阳 太阳每天是从什么 从东方升起 从西方落山 关于每天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个事情 要不要再找证据了 还拍个照 大家看从东边升起来的 需不需要 不需要 第二是众所周知的 大家都周知的 大家都知道某个事情 比如我们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大家都知道 我没有必要去证明说 疫情发生 第三是根据法律规定推出来了 根据法律规定推出来了 那法律规定可以推出这个事实 我们就推出来 比如说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源 那它就是一个什么 小于八岁的孩子 小于八岁的孩子 不需要再证明 法律规定小于八岁就是无民事 第四是根据已知的事实 和日常生活经验 推出来了另外一个事实 根据我们日常的事实推出来 比如说我们推定 这个时候他在睡觉 睡觉这个事 以为仲裁机构生效的裁决 所确定的事实 他仲裁机构已经裁决过了 说明是生效的案子 已经定案的事情 已经是法院发生法律效率的裁判所确的 五和六讲白了都是什么 都是已经定案的东西 第七个呢 已经为有效的公证文书 做证明事实 已经被公证给公证过了 公证我们的效率是很高的 公证过的东西 一般可以直接当证据的 也说明这几个 像五六七 谋证承诺就是已经定案了 而像前面呢 要不就是自然规律 要不大家都知道的 要不法律推定的 要不生活经验推出来的 那这些呢 是不需要再举证 有这个事在了 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再找证据证明它了 但是二和二到七 也就一二三四五六七 其中二到七 当时呢 如果对方能提出相反证明 去足以反驳推翻的出来 那也说明如果虽然说 已经被法院给判过的 生效的案子 但是呢 当时能提出相反证据 证明法院呢 原来的判决是有问题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仲裁的判决 如果对方能推翻 那这个时候呢 还不能什么 作为一个重要事实 也说明二到七 一般情况下 是不需要绝证的 但如果对方一旦推翻了你的东西 那你还要拿证据证明 所以这个二到七 有个要求 那是一呢 这一条是绝对不能推翻的 而二到七 是有可能会被推翻的 举证的时间 我们一直在讲 整个证据的过程 都要在什么 都要在举证期限内干 什么证据的保全呀 申请什么 去法院调查证据呀 那这些我们都要在举证期限内干 那这个举证的期限多长时间 我们双方找证的时间 多长时间呢 一般是协商 协商叫先协商 我们先协商 协商之后呢 要经法院遵循 关键 如果说没有商量好 咱们商量 没有商量好 那医生呢 至少给多少天 15天找证据 医生呢 什么程序 普通程序 我们后面再会再讲讲普通 前面呢 我们都给大家看过图片 看过一些这个法庭现场 普通程序 至少呢 要给15天 医生的检疫程序 我们也看过检疫 检疫一般就做几个法官 做一个法官 检疫程序呢 一般不能超过15天 一个是大一顿事物 一个是小一顿事物 小额诉讼 小金额的 金额比较小 三万两万的借款 小金额的诉讼 小于7天 这是关于找证据 一审 普通程序 至少给15天 检疫程序呢 最多15天 小额诉讼呢 最多7天 二审呢 二审如果你能够提供新的证据 二审至少要给10天找证据 这二审10天找证据 要有前提的 是能够提供新的证据 能提供新证据的情况下 二审呢 至少要给10天 这关于一审二审 下面有个小的提示 我申请延长这个举证时间 那如果我们感觉这个找证据时间不够 那要在举证期限戒满前 向法院书面申请 如果逾期呢 没有提供的 那法院要责令你呢 说明理由 要延长 你又没申请延长 那这个时候法院要责任你说理由 如果你拒不说理由 或者你的理由是不成立的 法院呢 根据的不同情况 可以呢 不予采纳证据 或者虽然我采纳你的证据 但是我要给你训诫 给你发款 说明逾期的 不是说绝对不会采纳 可能会不采纳 也有可能会采纳 但是会进行训诫和发款 如果考试说逾期一定不采纳 那也不准确 说明到底采不采纳 看法院的态度 举证找证据的实践 我们整个前面的很多事情 都是在举证期限内找的 那我们下面来讲讲 证据的交换 那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证据交换 我们在开庭之前 一般双方呢 原告找到哪些证据 被告找到哪些证据 我们互相要交换一下 为什么 交换的好处是什么 有助于我了解 对方到底掌握了我哪些东西 那有的东西 对方如果已经掌握了 铁证如山了 你在法庭狡辩也没意义了 所以有助于呢 找到双方争议的焦点 所以我们有一个时间 叫证据的交换 那证据交换呢 他证据交换的时间 可以有当事人来协商 而且呢 协商好了之后 就用法院认可 也可以法院直接指定的时间 当时呢 如果申请延期矩证的 说明矩证的时间 如果要申请延期了 那证据交换的日期呢 也可以相应的顺源 这是关于证据交换时间 根据我们矩证的这个时间来的 矩证多少时间的矩证呢 对啊 那就是我们一般是15天 一审的 二审呢 能提供新证据是10天 那要在矩证的这段时间 我们要进行交换证据 如果呢 矩证时间顺延了 那我们交换日期呢 也顺延 制证 什么叫制证 质疑你的证据 在法庭上专门有个环节 叫制证环节 质疑你证据的什么性 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 你有没有发现 在法庭呢 你拿出一个证据 对方律师一般都是从那三个角度说 第一个角度 这个证据是不是真的 对方律师会说 那上面没有我们的任何隐章 是伪造的 那他可以质疑他真实性 他呢 虽然是真的 但是呢 他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 质疑你的关联性 真实性 合法性 关联性 那如果这个证据呢 跟那个案子确实也有关系 也是真的 关键你取的手段是违法的 比如说你窃听得来的 那也可以进行质疑 这叫制证 说证据呢 应当在法庭上出事 应当出事 在开庭的时候应当出事 并由当事人互相制证 没有经过制证的证据 注意了 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说明制证这个环节 是否重要 很重要 没有制证是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的 下面还有问题 涉及到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个人隐私的 或者呢 法律规定 应当有保密的一些证据 不得公开制证 说明制证呢 还有要求 涉及到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一般不能公开制证 这是关于制证 它的一个要求 一个是怎么制证 它的重要性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制证呢 哪一些不能公开进行制证 下面认证 认证就是我认定这个证据 能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依据 那下面有个要求 以下这几个证据 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不能单独认定 说明它可不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是可以的 但它自己呢 不能单独认定个事实 它要和其他证据一起去证明才行 那哪一些不能单独认定个事实呢 第一个是当事人的陈述 我刚才说过当事人陈述 一般都是为自己说好话 那有通了是 万一说到不好的话呢 不好的话 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法官是认的 我们刚才说过 女己不利的 那这个时候呢 法院可以认 但一般说的都是好话 所以不能单独认定事实 第二个是无民事 现在的民事 做出来与其年龄治理 精神状况会相当的整颜 相当的还差不多 不相当的 一个小孩说了大人话 小孩对的是不可能做这样判断 所以他说的超出智力了 那他说的话 不能单独认定个事实 第三个是 与一方当事人或者代理人 有利害关系的证人 他的陈述 比如说你的妈妈 可不可以为你当证人 你告诉我 你的妈妈 可不可以为你当证人 可以的 但你的妈妈 他说的话 能不能单独认定个事实 一般不行 为什么 因为妈妈肯定为我们说好话 有童谣老师 我不一样 我妈妈都是 我说的不好的话 那这肯定不是亲妈 亲妈一般都说好话 是吧 所以呢 利害关系的证人 一般说的话 不能单独认证事 第四个是 有疑点的事情资料 还有电子数据 有疑点了 这个视频模模糊的 看得像吴老师 其实他不一定是的 有疑点 第五个是无法与原件原物 核对的复制件 复制品 无法核对 纯粹交个复印件 不行 总结一下五类东西 陈处的陈 疑点的疑 不相当的不 利害关系力 复制品的字 简称叫陈怡不离智 有个姓陈的阿姨 天天不好好学习 考了好几年也没考过 是吧 所以呢 要好好努力 不能向陈怡学习 陈怡他不离智 叫陈怡不离智 陈是陈述 一是一点 不是不相当 类似立下关系 治呢 复制品 叫陈怡不离智 下面呢 做个单选期 20年单选期 根据呢 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下列事实 当事人无需举证 我不需要再证明了 哪个东西 不需要再找证据证明 爱说 当事人主张的 具有程序性质的法律事实 程序性质的 比如说 有没有过三年时效 是吧 那你告诉我要不要去拿证据证明 要证明 这是我们代证的事实 是需要证明的 习惯 这是不是当地的一个风俗习惯 要不要拿证据证明 要证明 自然规律呢 不需要 当事人主张的实体权性的 根据实体性的 比如说 你有没有欠我钱 我要不要拿证据证明 要证明 所以呢 只有哪一个 不需要拿证据 自然规律 是自然规律呢 不需要拿证据证明 我们这个前面说过 我们一共有几类 一共有着八类 这八类呢 一般都不需要什么 拿证据去证明了 其中呢 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自然的规律 以及呢 定律 定律 而且这个东西是不能反驳的 其他东西呢 还可以反驳 这个事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 直接呢 就认定了 所以选的是C代项 下面一个多选题 根据呢 民事诉讼法 及司法解释 下列关于民事诉讼证据 举证呢 事项的表述正确是 爱说证据呢 应当在法庭上出事 要不要出事 要出事 要给大家看 B呢 没有经过制证的证据 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 一句 没有经过制证 能不能认定事实 不能认定 C代项 人民法院收到当审 提交的证据材料 应当出具的收据 要不要出收据 肯定要出具的 例子像 当审人在举证期限内 不提交证据材料的 视为放弃举证 我们有这个说法 没有 如果逾期了怎么 逾期要看法院的态度 你要说理由 不说理由 或者理由不成立的 法院可能不予采纳 也有可能什么采纳 但是训诫你要罚款 所以要看法院的态度 没说呢 放弃 最后 举证期限 可以由当审协商一致 并经法院认可 可不可业 双方商量好 法院认 没问题 那如果没有商量好 我们一审制造给15天 普通程序 检疫程序不超过15天 小额不超过7天 而且如果能够提供新证据 那我们不能少于10天 所以这个时间要了解一下 可能是A C E 而B和D 这俩都错了 像我们说的 没有经过制证的证据 是不能作为 认定案件事依据的 尤其是我们递着一下 如果预期了怎么办 预期了你要说理由 如果你既不说理由 或者你说的理由不成立 那法院可能会不予采纳 也有可能呢 采纳 但是要进行训诫罚款 所以直接说放弃举证 那就错了 答案选的是A C E 那关于第四节 关于这个证据的问题 我们就讲完了 这一节呢 讲的是证据的种类 包括呢 我们怎么去证明一些事实 应该说这一节呢 内容也不多 主要呢 尤其证据的种类 我们要作为重点要来回多看看 这一节呢 难度也不大 学起来呢 还非常有用 学好了之后 至少知道将来怎么找证据 本节全部结束 谢谢观看